今天是俄乌大戰的這個第十三天 不過呢現在俄羅斯大軍 還是在這個基輔附近的在這邊繞圈圈 似乎是已經卡住了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中國官方突然通知在烏克蘭的僑民 這兩天趕快全部給我撤出這個烏克蘭 所以外界看中國的動作 因為中國常常會握有這個俄羅斯的 這個祕密訊息 因此呢是不是普丁真的要開始 全面攻擊烏克蘭的呢 就請教他這個人俊 有可能嗎 不過我覺得先從這張照片 因為這幾天媒體一直有些報導講說 哇你看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吃憋 你看他那個部隊車隊 這麼長一大串就暴露在那個地方 動也動不了 週夜走不動 他說已經塞了六天 所以有一些媒體是去講說 當地人是叫他什麼自走戰斧營 意思是你雖然會走 但是你走不了 那這個聽起來其實有點痠 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其他角度 來解讀這件事情 首先我覺得你們選這張照片 其實非常非常好 為什麼你知道 你如果發現到 就如果他今天真的所有的車隊 會卡在那個地方六天 這張照片其實就不尋常 為什麼你知道這是一個開闊地 如果今天任何人想攻擊這個車隊 太容易了 所以這個其實卡在這個位置 就是他停滯這個位置 看起來是俄羅斯 他能夠掌握的區域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理論上面來講 如果他車輛不能動 他要趕快找其他地方 隱蔽於隱蔽 那一整條放在那兒 我只要一個炸彈丟過去 整台都掛 所以理論上面來講 他他沒有前進大概是個事實 那究竟是因為前方的戰線受阻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往前移動 還是他的部隊現在在這個地方盡情休息 因為你想想看這周邊沒有任何的隱蔽隱蔽 那那個我最近大家在講說 不是有刺針嗎 不是有標槍嗎 一夯就一排 這本不是一夯就一排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會有一點討論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是不是俄軍的這個這個士氣不高 所以他們可能拒拒絕前進 那這個就要回到你剛剛另外提的一個點 就中國大陸在這一天 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叫他的僑民大舉的撤 西方國家很早就撤了 那時候還沒開打之前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節目 曾經談過的時候 問西方國家說僑民撤 這個大使館撤 烏克蘭的民眾還說 沒打沒打沒打 結果他們撤完了之後真打 中國大陸沒撤 他卻在這個時間點撤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會觀察 就是我回到我剛剛印證的這個點 我不太認為說 在這張照片上面 他可能是受阻 就是他被困住不能動 因為他所這個這個這個擺放的 這個位置太過於明顯了 就是擺明就怕你不打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就是因為你看 俄羅斯跟烏克蘭前幾天彈劾的時候 是不是有開了一條人道走廊 這個人道走廊對烏克蘭來講 不見得是好事 也就是說我先跟你說人道走廊一次 我下一步要幹嘛 我不告訴你 但你心裡自己想清楚 那個其實是一個上對 是一個一個大隊小的時候 我才會用這種方式 可是一般的那種人道走廊 大家的當然想 當然而就是人道的救援 讓你走的嘛 誰會知道他在底下買什麼地雷什麼的 所以我讓你走啊 但是我過了這個期間之後你還不走 那我就合理懷疑你留在這裡的 是要跟我對抗的軍人嘛 因為我開放那裡平民離開啊 所以你看他現在人道走廊關閉了之後 中國大陸趕快說快點快點 喬米趕快撤 為什麼 他是不是研判俄羅斯要開始炸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大家會看就是說 烏克蘭這場戰爭會要停多久嘛 我們今天都用照片來說好了 這張照片也很特別 因為前幾天一直有說我告訴你俄羅斯你真的黑米豆腐啊 為什麼他講說你看你們那個飛行員被K下來 你戰機掉下來 你現在畫面上面看到這張是斷圓殘壁對不對 就像這樣飛人機打到咪咪毛毛 不要以為他本來就長這樣 我特別找了一下他本來長什麼樣子 他本來長這樣 有沒有看到好漂亮 本來好漂亮哦 差太多了 這個是蘇珊式的這個所謂的戰鬥轟炸機 來給各位看一下他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你知道其實他是一個雙座戰機 他的他的那個駕駛艙長得跟人家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我們看到那個戰鬥機雙座戰機 通常是駕駛員一前一後 然後後面那個坐高一點 為什麼前面那個是開飛機的 後面那個是這個這個戰鬥官 武器官他負責觀察或幹嘛 尤其是戰鬥轟炸機來講 後方的那個要嘛就是負責 那個前方的負責開 後面開始負責瞄準 然後投飛彈開始那個炸這樣子 那可是呢他們這個蘇三四這架飛機 比較特別是放大給各位看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兩個是排排座 他們兩個是坐在旁邊的 所以這一次被擊落的這一架飛機 其實上面原先是有兩個駕駛員的 那結果呢一個當場飛機爆的時候 他就殉職了 另外有一個被活作的這位 還比個就是還比個夜的這一個呢 被活作還比夜 對不起 他是他之前拍照 嚇我一跳 被活作的時候是滿臉是三 我想要講清楚 這一個呢其實是他們這個蘇三四的飛行員 叫做克拉斯諾亞斯克 我們俄國人名字都很長 但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他呢 我先回一下 十幾年前有一部電影叫Top Gun 你有看到嗎 有 就是你要頂尖飛行員 才有辦法去Top Gun裡面當教官 這位老兄某種程度 為什麼他可以比夜你知道 因為他以前是有戰功的 他當時出勤的時候 其實是有擊落過敵機 所以還有跟普丁合照過 你知道嗎 他也是那個類似他們像俄羅斯 Top Gun那種訓練中心的老師 他們說他是王牌飛行員 對啊 也是一樣 Kanel 大家就覺得說 哇 你烏克蘭這麼強 而且你知道他們居然講說 是用所謂的監射武器 監射武器就很簡單 打帶跑 意思就是說我一機這樣斷斷 我拿到就跑了 你知道嗎 那這個其實就要回到原先的那一章裡面去 因為在這種地形上面 你可以看烏克蘭幾乎都這種平原地形 大型防空武器 你藏不住 你擺在那個地方 就是告訴人家陣地在這裡 不是讓人家K嗎 所以像這種平原地形 最好用反而是監射武器 你可以跟折凳一樣 藏溺於民宅之中 垂首可得 夯了就跑 那這一家為什麼被夯下來 你知道他們有個說法 戰鬥機這杯這麼高 是啊 怎麼打得到 監射武器最好會跑下來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講法是這樣 說這個蘇珊是當時正在執行低空炸射任務 我們現在轟炸機有分兩種 就是說應該說裝在一種 但他炸彈有兩種 一種是打了就可以跑 為什麼他自動會雷射導引 所以我發射完了之後 我飛機離開 我的飛彈還可以自己去打 這是現在的飛彈 傳統的飛彈就是什麼 你知道飛到上空 閘門打開飛彈掉下來 自由落體的方式 據說俄羅斯的部隊 為了節省彈藥 用了最傳統的炸彈 最傳統的炸彈 你也知道這個需要練習 你要飛到這邊 那個打的位置不對 你要飛過頭 所以他這次是用採用低飛的方式 為了確保能夠轟炸到目標 結果這一低飛就中了監射武器的道 就因為這樣被K下來 所以呢 但你就發現到這一次那個布林肯 不是跟他那個烏克蘭的外長 不是在那個邊境會面 我剛剛那也很爛 你知道布林肯你有本事進到烏克蘭 裡面去跟人家叫出來幹嘛 跟德國送鋼盔有什麼不同 叫人家出來 他就你就發現到他的外長 去跟布林肯說什麼 我們要這些武器 單兵防空武器 因為在他的地形裡面 其實很好用 你知道 那現在問題來了 俄羅斯因為現在大家對他狀況不明 因為他資訊真的是不透明 所以就有人講說 他的大軍可能卡住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訊息就有點矛盾 有人講說他可能要炸了 不然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僑民要跑 所以他到底狀況怎麼樣 不知道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說法 普丁要找十五萬的敘利亞傭兵 那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說法 而且他說他引述了四個美國官員的說法 說俄羅斯有意從敘利亞徵集進二十萬個擅長城市巷戰的敘利亞傭兵 為什麼這幾個字我要念清楚一點 你知道這個跟戰鬥有關 他今天如果今天找的傭兵 我就是負責上前線打仗 OK啦 反正傭兵有時候可能會變炮灰嘛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他這裡面強調要的是什麼 要擅長什麼東西叫做城市巷戰 為什麼要城市巷戰 那就是進入到戰鬥最後階段嘛 就是我今天攻下你這個城之後 我要開始做一件事情叫做清掃戰場 我不要讓我的人進去啊 我找這些傭兵擅長城市巷戰 你想想看 剛剛那張圖這種平原地形需要城市巷戰嗎 這應該找梁山特遣對吧 會比較合理嘛 所以他現在做了 其實已經在做戰爭最後階段的準備了 我要進入到你的城鎮裡面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基輔了 但是你從這裡面就知道 他其實要進入到什麼 城市巷戰叫做肉搏戰 那真的晉升肉搏了 那就是陸軍最後在掃彈戰場的時候 我今天把大目標打完了 我看看你有誰躲在民宅裡面 跟澤敦一樣在那裡 我就一個一個進去搜 一個一個進去抓 所以你說他的戰爭的階段 是不是已經在做最後階段就準備了 結果美國說什麼 美國說有有有 我們發現到了 他真的找了這些人 而且你二軍不動 我們現在把前面的新聞拉回來 二軍他不動了 對 自己本身部隊不動 但是我找十五萬人往前衝 那代表什麼 俄羅斯部隊在做最後的整備 他做最後的那條線 我讓前面往前衝的找那些傭兵去 所以你就把他弄起來 就是那他的那個停滯是真的停滯嗎 是真的他動不了嗎 還是他今天把這個新聞再結合起來 為什麼他進到第一線裡面去了 要找這些傭兵 所以很多人就回來看說 那你美國的角色是什麼 我跟你講美國真的是好棒啊 美國超強的 美國說我要派五百個人 五百個人 不是去烏克蘭 是去北約其他國家 部署到波蘭 羅馬尼亞 還有德國跟希臘 意思是什麼你知道 這些人是給北約盟國安心 我每方會 就有點像是把那個那個飛機 往德國啊 往什麼地方放一樣 但是我不進入到烏克蘭裡面去 那所以對烏克蘭來講 他一定會比較擔憂 就是說那如果今天 我今天真要進入到城市巷站的時候怎麼辦 各國也不是說 真的這麼無情無異 新的說有一個秘密基地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各國不是開始送武器嗎 雖然我還是要覺得 就是送人家武器送可以用的 不要送那種過期品 還有生生生股股的 不會放在那些 真的 德國錯誤示範 你知道這些武器裝備 其實到了一個地方去之後 其實送去不是問題 真正最大的困難是分配 也就是你想想看 我們每次到救難的時候 不是那個那個物資都集中 對不對 可是物資怎麼發出去 這一件事嘛 所以他本來就會有一個貨物 擊散地 那現在媒體是講說 烏克蘭其實是有個秘密基地 但我真的必須講 當所有的秘密基地 一被報導之外 什麼都不是秘密了 他是講說在這個地方 已經收了兩萬枚左右的飛彈 那我們還是強調 不是大型防空武器的那一種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面會有差別 除了我剛剛講說 跟折登一樣打太跑之外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不對啊 美國不是有愛國者嗎 不是有很強的這個武器 為什麼不送去 你知道 因為很簡單 你送去人家也不會用 他們以前是用二字的體系 他們熟悉的是俄文 你請問要幫他翻成英文 還有人去教他 還要美軍顧問團 技術指導團通通都進去 你現在把那個東西送去給他 他他為什麼要贏 他變大型廢棄衣服放的 所以以照他的現況來講 各國各國就開始送 這些監設武器往那邊走 那美國官員就講說 我跟你講 美國跟北約成員裡面跟烏克蘭送去將近兩萬枚的 你看反戰車跟防空飛彈 那就是什麼 標槍刺身 都是這種單兵打了就跑的這個東西 對 那他現在的狀況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你今天從這邊拿到 我認為當然這個訊息被放出來 我認為西方國家放的啦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背棄你啊 你們大家不要這樣 而且我們是有管道可以深的送進去 因為之前說送不進去嘛 是啦 但是我也講真的 布林肯都能叫人家外交部長出來了 還有什麼 人都出的來了 我也不曉得去那個地方進不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宣傳的意味比較濃厚 但是我覺得從剛剛這些跡象上面看起來 我認為俄羅斯現在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你會不會做最後的進攻 我認為會 那這個狀況會不會到很慘烈 我覺得從中國大陸現在叫他的僑民開始撤的時候 如果今天之前那個美國媒體的報導 維珍說普丁為了讓東奧閉幕能夠順利結束 那把攻擊烏克蘭的時間都點得往後 那中國大陸這時候要求就是撤僑民進行 我認為那可能就是再告訴大家 不要小看俄羅斯的下一步